一路 整個路都已經 都已經淹滿大水 先請問一下 你們那邊是在哪裡有淹水淹到什麼情況 大鳳一路395號淹到胸部 趕快把爸爸搬上去二樓 爸爸要中中的一樓啊 整條馬路拋在水裡 而且越往裡偷走 水淹得更深了 山明區的明泉路 一整排透天出的一樓 幾乎要滅頂 民眾只能往二樓跑 搞不好到外 趕快到這裡 最深的時候可以滅頂哦 差不多哦 一開始的水位上一邊啊 水淹得最深的時候 甚至超過一百七十公分 一個成人的高度 周邊店家也很慘 已經墊高放置 擋水砸籃統統沒用 泥水直接灌進去 業者哀哀叫 一有墊高 但是它還是進去 然後剛剛最高 就是到我們的攜帶處 無損失大約初步多少 三百 三五百會叫吧 你本來就會淹水了 西紅紙蓋了之後 還是淹水 要蓋這個虛紅池 哇那麼多錢 也不知道幹什麼用的 虛紅池完全沒發揮作用 直接一提 同樣是山明區 在中山高速公路下方的道路 水淹小腿度 一路延伸淹附近民宅 都可以游泳了耶 到處都在淹 高雲市區主要道路也很慘 左營的大眾二路 好幾輛轎車拋錨泡在水裡 消防隊出動橡皮艇救援 用橡皮艇載人進來 新興區的巴德一路街道也被雨水覆蓋 路邊停放的機車被積水震道倒成一片 也成了泡水車 古山中華一路從制高點看下去 更是汪洋一片 幾乎看不到馬路 就連警車也自身難保 而監視器也拍下水 慢慢把車道吞噬的畫面 人舞區則是有巷弄 直接變成了黃河 民眾想要外出得自製橡皮艇 用滑的滑水出門 體略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大雨過後土石鬆動 全部往低處滾 地面上充滿碎石塊 以及泥沙土石 一洞洞癌房子邊聚集大批警銷人員 現場拉起封鎖線 這裡是高雄祈山區後錯像 因為凱米颱風大雨沖刷 下午一點發生土石流 沒想到淨沖入一處民宅 內部畫面曝光 泥水直接灌進去民宅 住家周圍全是散落的樹枝 整片都被泥土覆蓋 情況相當慘烈 其中受傷的77歲旅婦 被送往祁山醫院救治 當下意識清楚 僅要下半身擦傷 整體情況並無大礙 不過理性屋主被救出時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警銷也呼籲颱風天 真的要隨時注意周圍狀況 這對夫妻平時以種植香蕉 龍眼為夜 沒有與兒子同住 不過幾年前 兩人騎機車被重機撞上 丈夫從此行動不便 只能駐拐杖行走 妻子後來也中風 祖石流發生當下 來不及逃跑 因此發生這樣的憾事 TVB的新聞 藍衣男子穿著短褲賣力 往上走 卻還是寸步難行 大水衝進社區 居民們緊急組成人牆 仔細看超過10名住戶 幾乎是用肉身協力阻擋 甚至還排職日身 輪班搶救 就是不想讓這 源源不絕的滾滾 你水衝進地下室 高雄左營 淹成了水箱澤國 附近社區也有類似情況 黃衣男子走進停車場 這一步又一步 像是在踏浪 室內空間淹成了一片汪洋 遇上了凱米颱風 愛車通通成了泡水車 車子停在地下停車場 或是柏右路上 遇上這回淹大水幾乎無一倖免 有社區隨即開放停在這裡 美麗的社區中停 方也望去成了停車場 凱米颱風夾帶強勁於是 高雄左營地區災情嚴重 這邊是一個新的重劃區 所以人口急劇的增加 包含這邊是重劃區 所以很多新大樓 都大概3到4年而已 但是因為新重劃區 它的海水系統 就沒那麼完善 還沒做到那麼完善 所以只要大雨或是颱風的話 這隻就比較明顯 而包含這邊 我們比較怕這個軍港 所以如果有這個海水漲 剛好早上漲潮的時候 可能水就漲限得更慢 或是沒辦法漲限 只有這個問題 捷到了水 淹到了半個輪胎高 不少大樓的防水閘門 根本不管用 黃黃泥水直接灌進 停車場成了小瀑布 住戶們如今接力輪班 就算累也要努力撐著 直到水不再衝進室內 挺身護甲園 大馬路水淹成河 幾乎看不見柏油路原本的樣子 仔細看在泥水中央 有兩名穿黑色衣服的男子 賣力背著一個人徒步涉水 想辦法走上岸 原來這兩名黑衣人是警銷人員 得知高雄古山區勇德街的民宅 有兩名長輩受困 火速衝往現場 冒雨涉水救援 其中一名還是臥床的病患 鏡頭再拉遠一點 市區道路水淹成黃河 轎淹了半個車身 車主看到也傻眼卻無能為力 打開半個車門 但也不可能在水還沒退之前 就把愛車開走 整個街道在暴雨之下 幾乎泡在水中 而這裡就是在高手美術館附近 也就是當地的豪宅區 高級住宅 高檔名車 法拉利 藍寶接鄰 勞斯萊斯 平常在路邊的停車格隨處可見 但誰也沒有想到 這回會碰上凯米颱風 好幾輛泡了水 沿街停放的機車 更像是骨牌一樣倒了一整排 藍衣車主踩著拖鞋 好不容易才把機車扶正 而這狂風暴雨 更是把不少樹木吹到歪了一邊 腰直不回來 樹桿橫躺在路中央 路邊滴洼處淹大水 不管車子停在馬路上 還是停在地下停車場 似乎都放不了心 突如其來的大雨 讓在地居民措手不及 TVB的新聞高雄中央報導 高雄城的水世界一眼望去水位 幾乎到達成年人胸部的高度 越淹越高 太扯了 停在馬路旁的機車 完全被淹沒 就連車子也難逃滅頂之災 泡在水中的車子 數一數至少有六輛 目前前面的車子已經淹到快要滅頂了 已經快要到達成年人腰部的高度了 機車淹到已經數不來了 汽車這邊大概一二三四五六 目前這邊看得到的至少就有六台汽車泡在水裡 鳥松區的大昌路上還有民眾冒險在水上開車 甚至大社區三眠路上橡皮艇直接開上大馬路上野路上行舟 還有機車被沖走民眾只能射水在後頭苦苦追趕 鄉台凱米狂炸高雄雨量驚人 相較於八八風災的莫拉克颱風 當時高雄桃園鄉出現單日一千三百三十四毫米的雨量紀錄 但根據氣象所二十五號下午三點半資料 山區茂林單日累積雨量已經達到一千三百四十三點五毫米超越莫拉克 而且總量達四百九十萬噸的二十五座巨洪池也近乎全慢 暴雨狂冠 溪水暴漲市區也難以限免 林雅區水淹到膝蓋大調區則是水深疾腰 整個高雄幾乎都泡在水裡面 體驗新聞綜合報導 沒聽錯這流水聲音居然是在建築物裡大到像是瀑布一樣 這裡是廉政署南部調查組 所以從樓梯間一路往地下室跑 內部影像曝光 不曉得這邊有沒有重要設備導致受損 而五百公尺外的警察局前方也汪洋一片 已經大約到記者的小腿度左右 那目前其實因為風勢很大 也有許多的車輛是被吹倒 不只警察局還有連鎮署都被淹水襲擊 而中鎮四路這邊還有許多銀行 甚至連建保署的高頻業務組也在這兒 警察局前方馬路水深一度到三十公分高 有機車被衝倒 現場只剩下一個車道可以走 位在古山區的古山分局 車道的防水砸門也已經裝好 但就差那麼一點 地下停車場也要失守 風雨中一輛古山分局 榮華派出所的巡邏車被樹木擊中 援警使用電鋸先把樹木切成小塊搬走 也拿藍色板布蓋著 就有一輛警車正好是被上面掉下來的樹枝砸中 來到警察局的交通大隊 這裡地勢低 民眾說只要遇到大潮就淹水 等水退去後大家都出洞清理 免得進出的人踩到泥巴摔倒 颱風替南部帶來豐沛雨量 遇上大潮市區許多地方都被黃色泥水淹沒 民眾打開住家大門 水就這樣全部往家裡流 高雄市的居民這景象不想一看再看 語氣充滿無奈 TVB的新聞方志成 徐玉敦高雄報導 大雨狂炸一整晚水淹美濃 馬路變小溪水位靠近到窗戶的位子 幾乎半層樓都泡在水裡面 水深是到達了我的大腿這個深 很看到呢在一旁的住家呢 其實因為這個水這些住家們 都已經有墊高了 但是仍然不敵的這些大水 都直接淹進去了家裡的一樓 那你們這樣的東西吃的這樣子可以嗎 泡湯啊 泡湯啊 水深處甚至達到一公尺 民眾束手無策連要搶救都無處著力 不只桌子椅子全部泡在水裡面 最慘的是車子也成了泡水車 雨下個不停一眼望去馬路程的黃泥流 凌晨冒雨移車 雖然沒想到曾經的高處還是被淹了 走進住家更誇張打開窗戶 真的是我家窗外有小溪 打開窗戶一看 住家出去的美濃溪 這個湍急的河水都快淹過住家了 24小時內雨量逼近700毫米 美濃溪暴漲水流溢出市區道路 慘況直追八八風災 還有地震事務所 原本的紙張已經摩到椅子上高度 卻還是不夠 就連救人的消防隊 如今也成了受災戶 值班人員邊接聽電話 一邊還得將水萬外勞 緊急將消防車移往他處 請問不能懈戴搶救民眾錢 還得同時自救 TV新聞 宗沛文 挨招行 SNG小組 高雄採訪報導 眼望去 一片汪洋 高雄港碼頭被海水淹沒 前方貨櫃也差一點 就全部泡水 除了凱米颱風外圍環流 霞帶的狂風豪雨 再加上年度大潮影響 二十五號的高雄港海水倒灌 光用看的就觸目驚心 只是現在高雄有不少地方 也是汪洋一片 水淹到輪胎接近一半 但車身比較低的轎車 就沒那麼幸運 車牌直接消失在泥灰色的水中 旁邊民宅更是一開門 就是直接踩入水裡 而且再淹高一點 可能就要灌進家裡 路上三角追根本沒了警示作用 反倒隨波逐流 好家在高雄奇襟渡輪站前的超商 早早就在門口堆好沙包 以防水淹到裡頭商品通通泡湯 但是民眾要去買東西 也是難度頗高 要撐傘擋颱風雨傘卻先被吹壞 更別說雨衣有穿向沒穿 凱米颱風帶來的風雨 讓南部地區淹水成災 看看整個高雄市的雨量分布 超過一半以上的區域都呈現紫暴 也就是達到超大好雨標準 天文漲潮加上颱風影響 造成暴潮水位已經超過了大潮警戒值 也因此不利於雨水排流到海中 只是每逢大潮就容易淹的區域 如今凱米颱風一來 雪上加霜也讓排水作業增添難度 TVBS的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